要去 重庆 西安 上海 成都 南京 这是一次中文说上的寻找之旅 无作西阿重镇 是为说上的一名 我们加根在地下 突破地表 我们想让你看到真正中文说上的汇聚 就在这个时代 就在当下 他每个人都应该是被技术的碰撕了 是要对F8 我跟Bridge一直有一个 很强的精神的连接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我对他也是了解 不是很深 从1716的时候 我们认识以后 就一直有 断断续续的联系 就是那种很奇怪 你很少跟他 当面的交流或者了解 但是又觉得 好像很熟 好像互相之间能说很多话的那种感觉 重庆是一座魔幻的热血之舱 重庆的rapper是很有学心的 我能看到他们跟别人不一样的真实 这个地方给予了他们内心坚定的力量 好 欢迎来重庆 欢迎来到重庆 欢迎来到重庆 我们终于来了 今天见到Bridge Bridge会带我去很多 我没有见过的 没有看过的地方 让我知道很多 我所不了解的重庆 还有重庆说唱 让你们知道最正的 Less Vudor 有彭子远方来 Less Vudor 这个地方几乎就是我从小生活到大的一个缩影的地方 他们一早起来就在这里购买食材啊这样子 大家就是相邻相区相互都认识 Less Vudor 最近好不好啊 可以 最近好不好 好 生意了一些 生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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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平时就是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就叫做3403厂 然后呢 他几乎是一个军工厂 为坦克装甲做那个纽带啊 做那种车子啊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说彼此在这个 从小生活在这边彼此都认识彼此 然后呢 大家都是 同一地位 没有什么 人家 có 货ífic差距很大 我们都是 非常坚持 都是平满地位 就是住院 对对 住院 出门的时候 几乎都可以 打架路 然后就大门敞开那种 真的会不关门吗 对 是的 因为我小时候有很多说音就是 我的婆婆做好了菜过后 会端给我们隔壁的那个文婆婆 然后文婆婆做好菜过后 会端回给我们 这样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 至少有三年 而且几乎是三年每一天 每一天 就是初步这样的 我们的东西分给他们 他们的东西分给我们 现在的邻居都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没有了 现在连键都见不到 是的 高楼大厦也只有人来那种 还有社区 对 社区 我觉得刚才Eleven说这个很好 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没有就是说他们说的 街区 对 街区 看我们有社区 对 社区就是我们这种感觉 就大家邻里就相互 都非常的有认识 有和睦 然后这个地方你们看到 他们几乎都是以老年化 现在非常严重 年轻的人几乎都搬出去了 但我们小时候 就和爸爸妈妈爷爷婆婆 这些生活在一起 没打子 没打子 对啊 生意好不好 主意 好 主意生意 没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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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得我死哪个的水不 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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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带你去我婆婆家 我奶奶家 一起看一下那个地方 好 走吧 本节目由不乏味更代仙的魔爪能量饮料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以前本来这里没拆的时候是一个茶馆 嗯 然后呢 大家在这里打台球 在这里 喝茶 我爸爸当年想要我好好念书的时候 他把我放到这个茶馆里边 他说 为了培养我 就不管多嘈杂 你就在里边写作业 结果我写了写了就和他们去玩去了 对 以前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上上学的路 然后 楼上楼下就是邻居 后面也是邻居 这是我婆婆的 这个妹妹他们 这二姨婆和三姨婆 这是我婆婆 哇 哦 我婆婆 我婆婆 这是妹哥 我婆婆 我婆婆 走 我们去房间里边 好 我也带他们参观哈 就从小 坐在里面 还真的是 这间屋子 如果按以前的感觉 应该是蛮大的 对 就 我当时这边按一个 比这个还大的床 然后呢 就生活在这边 从小到我的 初中高中 我就在这边 你看 这边墙上 我当年 练一个 freestyle 代表 一天 这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 差不多 练完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拿了武汉杖LMai 第一个冠军 对对对对 我就提醒自己记得天天练笔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屋子里面 在这个屋子里面在厕所里面洗澡的时候 然后就模拟脑海中有一个对手就嘲笑对手 然后呢表扬自己挖苦对方 讲或者聊一些梦想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freestyle的东西对你后面做音乐也很大吗 叫代表我最多的是想象力 逻辑 还有一个整体的vive的东西 对你几乎能够听到就像 练freestyle 如果我现在不能说出像当年一样犀利和华丽的词语 但是我会记得那个整体的vive 像排flow的感觉 就 这种感觉的东西是当年这个东西带给我们的 对而且就是说我觉得每个rapper不一定要非常的强freestyle 但我会建议他们会会freestyle 对对对对 它会相当于是如果人生是我们的乐器 那就是我们演奏的一个方式 所以上面那句话记得天天练笔是什么意思 就是freestyle玩了过后我要天天写 要天天写 我的歌词本本就是说有这么厚是我写满了的 写很多 对我这个尬写的兄弟们他们都知道 OK 你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努力 No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来跟你battle什么的 没有 墙 墙就是我的对手 对对对 在这边的时候我就对着这个墙 我就想象可能站的是你 那我就在挖苦你 就调侃你 然后给自己更多的一个 因为当时玩这个就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你就要在这个点上面 自己加上很多东西 嗯 这个给给别人感觉很像电影的感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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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帅的 那种好的回忆永远都 有在这个地方 有 因为有这个地方成就了现在的BRAGE 对分心 成就了那个成就 роль 很有生活气息 aro…你听说唱妈 真的是假的 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话是了 真имо的 一花子 都是很高兴 很高兴 都是在你们的帮子之下哟 你看那些镇子 靠自己 靠自己 厉害的 尽城外 头奔 OK 停 喝 这边附近你会看到 就邻里大小 当时的一些姐姐 一些哥哥 或者一些比我小的弟弟 都是住在这 就这几个方向 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几乎都在一起 就是说 一起玩 一起打闹 一起叫躲猫猫 我感觉小时候好开心 对 小时候 因为这最棒的地方就是说 到处有厂区的 兄弟姐妹们陪着你 你不会孤单 然后你看那边就是 我的助理阿智 我们叫他大哥 他就住那间屋子里 小时候例如我 度一年级的时候 他就上六年级 他当时是比较调皮的那种 然后呢 他就会在社区里边保护我 就如果社区里边肯定 虽然大家都友好 但小孩子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争吵 我小时候被欺负 或者是受委屈 或者是没钱的时候 他都会经常帮助我们 包括后来在练 freestyle的时候 我们在他家里 就练练freestyle 你看到这些是红颜色的 红砖房 我今天这张专辑里边 有一首其中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 就叫做红砖房 红砖房的意思是 其实他这个房子面积很小 只有十几个平方 那是厂区里分给厂区员工的一个福利 我爸爸的第一个 刚才我婆婆家嘛 我爸爸的第一个房子 就是厂区分的 然后我就在歌词里表达的感觉 就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发家史 我爸爸被厂区十几平方 分的第一个房子 到我现在自己 买下了我自己的那个房子 面积在不停地变大 情怀感情在不停地放大 最想表达的也是 我从没有忘过本 我知道我是从这里来的 麻雀虽小 十几平方却装下了我们的那些梦想 然后所以说在这首歌里边 我也觉得 那就是我想表达的中国黑怕 我的社区文化 我的从小我从来没忘记过 我来自哪里离开哪里 而且这首歌的对账结构 会非常棒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老房子继承了一段段 家庭的编年史 家时刻提醒自己的根 一直在那里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认识 我们是我想一想 十三十四年 对是我初一到初二的时候 我就知道K11了 你们是同学还是 就是你知道他打借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他就像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好友 他就是我们两个建立起来的桥 然后我们两个就更深的有认识了 那我们小时候认识我跟他这样的桥梁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DJ 对对对对 他原来也是我们街球队的 而且是我们这个DJ 然后因为通过大胖哥认识了Bridge 对对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Bridge你和你身边的朋友 包括Eleven和身边的朋友 包括你们的Gaush 对大家不光是仅仅是因为音乐在一起 对就不是说简单的 我们一起做一些好音乐 我觉得你音乐好 我们就一起干 对对对 而是大家还是有一些情感和经历的联系 我们都是由以前联系到现在 然后在畅想和展望着以后的 当然我们前面那边是一个篮球场 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刚才我们在菜市场的时候又说 接触到开始的街球 那我街球单身的地方 就是在那边开始单身的 那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好 当年我就是在这边 我就在那个场外的外面 看到我的现在的助理阿智 他在这里打街球 用他的膝盖在这样顶这个球 我当时说我说这种东西太帅了 他是什么东西 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叫街球 他绑个durac绑个头巾 然后对戴个50美分的项链 然后我说我会被这个形势 所震惊和感受到 我当时在五年级的时候 六年级的时候 你想的东西很单纯 你想到你把这个练好了 有很多女孩子会喜欢你 这就是一切原因开始的一个点吧 其他的这些男孩看到你们这么酷 不会心动吗 我觉得不是心动更匪夷所思 就例如当时我爷爷 我也学着大哥后来去买了一条durac 然后是白色的 就绑在这边 然后我回去 我觉得很帅的时候 我爷爷说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被砖头敲了 你怎么 以为绑了绷带 在止血吗 我说不是 我说这个是一个新潮的一个风格 好 然后就是说 还是会有很匪夷所思的东西 包括你后来上学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同学或者老师 就是怎么穿这么大 来 老师和你说说话 然后或者同学说 你这么标心立意这么酷干嘛 就或者是 或者他不会说这是酷的 他觉得 所以融入到这种 觉得这个东西很酷的 当时人还很少 很少 你看当时戴鸭神帽 一定是 好少的人 但现在 带 卡车帽 戴 鸭神帽 戴 戴头戴 戴礼帽 很多 对 接头时尚的东西 已经变成了当下的一个东西 但我亲近的是 这个点我是真的料准著的 其实觉得很多 这些做出唱的rapper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是当时的少数 你刚开始做说唱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打扮的还是什么 你总归是你那个地方的少数 然后能够真的后来真正成为一个职业rapper 或者真正走上hiphop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人 他还是内心还是属于比较相信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遭受很多别人的眼光 不像现在 现在你做hiphop是一个很帅的事情 对 那个时候做hiphop大家还不太理解 对 当你面对别人一样眼光的时候 怀疑 自我否定 还是坚定大步地向前走 这直觉于你自己的选择 对 就不能台湾 Wish呢今天到你小时候的篮球场 嗯 打两下吧 没有问题 你们这个街球偶像可以 hair one day 玩一下 玩一下 我真的不敢 我随时睡地都觉得 那是最好的 我把谁 就买了房子 还有梅梅 没得老历 根本没事情还没有 去了趟给 把我的王子 不只是帅 还有骨子头的法 苏玛把你吹 我从来不得吹 他们治愈我的生命 我都应该给 我要把帮忙 还有这些全部对待 来过点魔爪吧 免充一下能量 OK 走去走去 走去 有几两本子 走去 跟着 泡泡手 跟着 泡泡手 你们看 欢迎梅哥来 重庆 谢谢 可以 本节目由不乏味 共待见的魔爪能量饮料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能做事 梅哥 是 不是一些儿时的 回忆的东西 像的 什么 电影金刚啊 龙珠啊 还有就是 漫威之类的东西 就是这些 兄弟们 对对对对 我们的Family 对 他里边还不仅包括 做音乐的兄弟 还有一些 我们都在一起的 还有那些 离开我们的兄弟 对对对 不在音乐上面 这条路上的兄弟 但他还从事着 音乐 这个圈子里边的一些东西 对 相对于是我们的Family集合 对 我肚子都好咯了 吃起来 我肚子都好咯了 因为 所以重庆现在有没有一些新人是大家不太知道的或者说是 其实大家都是地下 没有被发现的 其实他们都是地下 但现在相当于 好像是不是 一定要通过某种图境 才会快速 例如上节目 上这样的东西 才会被大家认识 我内心想说的是 不是 但我看到的好听就是是 所以说到底十四是十四 不是四十 还是什么东西是事实 我现在有点 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看这个 就是我在想 如果你的音乐到了一定的level以后 在这个社会上 或者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是需要很大的资源跟金钱 才能实现的 但是你如何获得这些资源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真的 如果如果一个 一个 一个 问我 想不想能不能上什么 我大概率间接还是能上对吧 至少我会说如果是我 我会上 OK 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 不认识你也是什么 对 但当时我的心态就是不 节目组至少就是说通过人少了我四十二次至少 当时我还在这里想今年要发专辑 要走巨脸 我怎么可能去上东西 后来盖给我说 兄弟我还是想你去 我说好吧那我就去玩一下 嗯 结果这个这一次一玩 还 玩到后面去了 所以说 而且玩出了 超出想象太多意外的东西了 那如果你在做上你是哪一代的 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同期的 一些是你的前辈的 为了 哇我的前辈就是已经上古了 徐震珍 我现在能够这样 就是我每次看这个 我就整个 我我那个很尊重你 因为你的东西影响了 他是第一个 大家说哇 中国玩出唱的有一个范那么正的 然后英语还很标准 对 然后那个flow还很丝滑 对 然后穿又会穿 对 人又帅 对 然后他是那个人 说是吗 前两天我还看到 真哥的消息 对 我还给他留言 我也给他留言了 真哥一切钢布 祝你快去钢布 我去给你们拿两瓶饮料 OK OK 走起 没问题 再拿一个 走起 你平时喜欢吃牛肉 我都可以 OK 那你怎么来看 关于 说上捐牛肉的事情 哈哈哈 哇 你这个问得还有神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 其实 Beeb这个东西 我自己的感觉 嗯 是应该说到 本来应该有的 嗯 因为其实 大家想法一定会有冲突 对 有冲突的时候 正是灵感爆发的 可能也很多人会在想 哎 我跟Gust的关系 或者我们 Gust的关系 嗯 那些都不重要 嗯 你听完这个节目 你就知道我们 耶 对对对对 为什么可以坐在一起 对对对对 在重庆人的眼中 他们虽然火爆 他们虽然直率 但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情 在我看到我们的 中国 说上的关于牛肉这个事情 关于Beeb这个事情 嗯 我们从来没有爆发出 诞生出肢体语言上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所有牛肉 这个重要 耶 耶 就是这个意思 最重要的是我们 我们都是 有能力 或者别人认为我们 是在代表着 中国hiphop的 一个部分 而且很多Beeb 其实大家都只是在网上 见面了 其实大家都 还好 是 嗯 因为都不是所谓的 深仇大 杀父之仇啊 夺妻之恨啊 那种类似的 那种感觉 很多Beeb 就是一句玩笑 或者互相的看不上眼 对 就是年轻人该有的那种 都是年轻的 过激语言和加上 黑怕态度 他本来就有那一面 就有直率 嗯 顶撞 反击 我们明天 也要做一场 Live House 这一次也是 你第一次来 重庆 嗯 感受一下我们的现场 对 感受一下我们的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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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